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 《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散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知大家近日有没有留意新闻 话说政府公布了 在11月1日开始 暂免在香港就读全日制的非本地本科生 参与兼职的工作限制 希望能增进他们在香港工作的亲身体验 提升他们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 其实就在去年11月开始 政府暂免在港收睹全日制 经本地评审的本地课程的非本地研究生 从事兼职的工作限制 而全日制的非本地研究生 获得入境事务处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就可以从事他们的兼职 工作时数和地点是不受限制 话说看到反应都可以 所以特首在2024年的施政报告 就宣布了这一行的措施 如果在听节目的你 可能觉得有什么问题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你过去第二道读书又说半工读 放了学或者不用上课的时间 就出来做兼职 很多的 香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你记住 来香港读书的朋友 不是只有内地的年轻人 其实世界各地都可以来的 你去大学走个圈都会发觉到的了 不过马上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我看到连登仔就马上弹起了 他们就不是说生气到弹起 他们是说担心到弹起 再跌下来 那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呢 因为你们不是常常说 都要参考外国那些吗 再者 如果你觉得自己比起内地的朋友 更加本土化 更加了解香港 又觉得他们不够你聪明 又不够你聪明 那又不用那么害怕呢 他们的角度是怎样呢 都挺有趣的 他们说香港内卷时代就正式开始 即是说香港的年轻人 会进入一个内卷化 待会我们可以说多一点 内卷的意思究竟是怎样 而且如果以一些学术的角度来看 在年轻人方面来看 有什么问题会存在呢 简单而言 会突然间觉得 多了一批的竞争对手 就会来跟他们争 刚才说到之前会是一些研究生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可能会少一些 例如一些研究生就走了去做一些服务性行业 那有没有呢 可能有 不过老实说真的会少一些 如果在内地来到读书的话 我想他们都不欠那些小 又要租楼又要成的 再者如果真的研究生的话 都可能找到一些 和学术有关不同的工作 但是如果其他来计 那怎样呢 他们可能会出来做一些兼职 都不顶的 例如可以有个机会 给他们试一下 可能在香港的餐厅 或者一些写字楼 或者可能其他不同的行业 都会试一下 可以更加体验到香港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或者从他自己一些普通一些的兼职 例如可能Sales也好 或者比较上高压一些的工作 超市收拾货会不会呢 这个不知道 便利店会不会呢 不知 我想机会都大 就是等于这样 有些人去日本读书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都会去日本便利店工作 也会聘请他们 因为都知道 多内地的朋友 会去到一些旅游区 即是东京的旅游区 会聘请他们 那便方便 到时来到的话 起码都可以沟通得到 我自己之前都试过 在东京有好几间的便利店 都遇到一些 是会说普通话的朋友 马上就很多东西都可以叫形人而解 还会听到你说广东话 就知道你是香港来的中国人 可以跟你说几句 就算我在台湾也是 会遇到一些 来到读大学的学生 做餐厅的兼职 因为可能听到我 录一些语音的时候 是会说广东话 然后跟我说广东话 也会有的 但是他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们可能连这些工作 都会被内地的朋友 抢卖 那什么呢 这些事物都不够走出来诚认 这些事情也不会走出来承认 甚至他们都批出来说 哎呀死啦 如果他们那么努力的话 香港的年轻人怎么够的 即是说觉得叫嬌生惯业 态度不是那么好 或者叫好高奥远 这些全部都出来的 这个不是我说他的 他们自己都会觉得 不是吧 那么我们还用来做吗 我想想某程度 如果市场不开放的话 他们都不懂得进步和有竞争 正所谓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那句话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有些人都会拯救他们 我想这些有上一年多 都说是好事来的 一帮小蚊子身在腹中不知腹 又没有态度 态度坏 能力又不够 而且经常说自己是underpay 即是觉得我做便利店 已经会提升你的便利店 或者可能觉得自己那么英俊 或者觉得那么英俊 只是躺在这里站在这里也会赢 可能会吸引多些师奶 还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例如他收银也会收得快些 不达通的手机也会收得快些 感应也会更加 对的 我也觉得很多年轻 都会觉得自己生活上 或者工作经验没什么 但他们觉得比较不够 不如比较一千元一小时 现在人们就说 稍后看看你们那些年轻 禁销 怎样还可以叫大展拳脚 他们经常说这句 觉得自己很聪明 很有头脑 差在运 和怀才不如 又或者觉得会赖 父母没有好好让我们去读书 没有多些让我们去补习 就去和家境比较好的同学 就去到比较 然后为什么要沦落到 他们觉得是沦落 去做便利店 做侍应 我家人 我老爸坏 我老爸 我妈 我投胎投得好的 那就不用这样在那 很多人都是这样读的 你自己没有读书 没有好好地努力 现在这样 接着就觉得是父母的错 然后就怀才不如 做这些 所以摆着一个很困糊的样子 就是这样 他们会觉得那种内卷 就是香港的老板 就会觉得终于有平价的人力去做 那你记住 别人都要来找兼职的话 你压价压得太紧要 别人都是不会去做的 现在他们害怕的就是 内地的朋友仔 那个工作态度会比他们好 因为他们有一部分 原来也有回去内地玩 就是感受到内地的年轻 那种的平静 和那种认真的态度 你们上去给钱做大爷 就觉得很过瘾 原来现在他们能够在香港做兼职 那怎算呢 连他们这些做着兼职 一边半躺平 就是有时都要去找东西做 对不对 因为现在他们那个世代 开始的想法 就和我们的年代就不同了 不单是香港的情况 甚至乎连南韩那边 都多了人就会这样的 年轻人反而是会是奢侈品消费的一族 就是他们占的比例会高很多 他们觉得不好了 有一种生活态度就叫做一生人只能够活一次 人人都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如果我只有活的一次机会 那我为什么要生个小孩出来呢 那为什么那些钱不留给我自己好好享受呢 又或者为什么我要供楼呢 供楼的话又要给银行赚个利息 又或者被一层楼束缚住自己 那我就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或者是加息又很烦 或者是层楼跌了又很伤心 升了一件事先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不如找了一些钱回来 洗掉它 找了一些钱回来 洗掉它 不用留 这就为之叫做最开心 还有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香港的一个社会 就是说有些行业 比较难请人 就是他们不休做 所以就这么图事 就是其中一样就是茶记的适应 如果真是内地来到读书的朋友 他们愿意去做茶记 或者愿意做这一类型的工作 可能他们会杀光的 意思是指他们到时做得好那个态度 如果你比较我是老板 我会愿意给他高些人工 就是如果他表现好的话 试想像一下 我又不用一个不好态度的 在这里得罪了一些人 得罪了一些客人 搞到生意又会变相不好 生意不好的 我又不想再请你 我又嫌你人工高 你又是继续态度不好 那我不如找一些认真一点的 服务态度好的 客人愿意回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的记忆 就是餐厅可能未必很好吃 但是令你一种 奔至于归 服务态度好 你调气一点的话 你会愿意去吃 我自己都会 当然你可能说 来读到大学那些 都其实是可以有钱的 是不是 如果也有些同学仔 在家里可能有一些 金钱上的资助 但又未必这么富贵 可能有其他的负担等等 都可以试试 甚至乎 试试体验香港的生活 不行的 都可以的 不过有一些都会觉得 内地就一孩政策 那些小朋友就比较是皇帝仔 皇帝女一些的 未必受得住 而来到香港被人罵 这些我想都是一部分 看得到的 内地的朋友 他们真的相对比较劲力 否则他们也不用这么震惊 对于这件事 觉得很害怕 还是怎样 担心会被人抢饭碗 抢不抢 我们暂时未知 我们未知 他们会不会去做这些工作 较早前 也有一些叫请外勞的风波 他们也有担心这件事 很搞笑的 我看到他们也不太明白 怎样叫做内卷 内卷化 其实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里的概念 最早期 就是由美国的人类学家 在20世纪中期提出 主要是一些社会的经济现象 最初的时候 是用来解释东南亚 例如印尼的农业社会的变化 到现在 广泛应用是不同的社会领域 意思是什么呢 怎样叫内卷化呢 就是一种社会或者经济体系里面高度的发展 当外部的环境没有办法 拓展的情况下 这种发展就不是向外扩张 或者进行一些创新 而是内部进行自我强化 最终就会导致资源和努力 高密度使用 但是就没有产生相应的收益和增长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社会和经济体的复杂性和竞争性就会增加 但是创新和生产力又不见有相应的提升 甚至乎可能出现停滞等等 换句话就是什么呢 很简单来说 人的付出要更加多的努力 但是实际得到的回报就没有增加 反而可能维持现状或者甚至下降 意思是到时这群朋友能够为市场注入一些新动力的时候 即是这些做兼职 补习老师 会不会有呢 你想想 如果他们在内地是尖指 来到香港做补习 或者有些是弹钢琴 如果他们认真过你 没有你那么囂張 也不会迟到又早收 这样的话不要说是餐厅那些 只是大学里面 朋友们做的兼职 或者可能是翻译 什么的 当然你说可以去查GDP 但是有些工作可能都会做得回 那怎么办呢 还有又耐职 又没有那么计较等等 例如大学里面有些教授找你帮忙 那你就押起鼻子 如果内地的朋友又愿意一点的话 那会学到东西 这样的话 希望大家都是那句 有竞争就有进步 那我们今次来说 我们重点说内卷化在青年工作 那为什么连登仔他们那么害怕呢 因为现在不单是香港 青年的劳动力 是面临着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 工作机会也叫有限 甚至乎英国那些也是 他们那些最低工资 为什么那么难找到长工 就是这样 而这种内卷化 就令到现在的青少年的群体 就是要投入更加多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去竞争 在职场的地位和工作机会 那这些情况不单止对青年来说 带来一些压力 对于社会来说 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潜在长期问题 其实很看那些年轻人自己肯不肯用心 如果你觉得 对了 那我做也都是这样的 越做越坏 那你都懂得说 你投入更加多的力量和资源 可能得不到预期 但是你记住 你不投入的话 你是更加没有机会的 那当然 年轻人会觉得自己 好像是不断努力 比如加班 接受一些的培训 training 或者去进修等等 这些又不能够令到你升到职 又或者不能够叫加到人工 其实我想在十几年前 都有开始这种说法 就是你的学历会贬值 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很累 不想再做 职崖的心理压力也算是很大 但是记住 不好意思说一句 香港比较多些年轻人 可能读完中学 DSE完后就投入社会工作 如果你不去增值自己 或者连一些最基本的工作都做不好 你是更加没有机会 去和社会上其他人去竞争 你连感受的真正的压力都没到 另一样就是 回报和投入就不对等了 不过老实说 如果你做便利店的话 你见到那个人工 或者你见到那个时间 和工作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你答应就要做的 这种回报和投入的程度 不对等 多数都是一些 有学历 或者有基本的工作经验 不过他们随着 见到自己的学位 和那个经验 都不是保证自己会成功的 只不过成为了入职的最低门栏 大惑还有什么呢 例如DSE那些 他们可能连有些工作 需要最好的叫大学毕业那些 如果连这个最低门栏都不行的话 那你的门栏就要再向另一边去发展 当然是航行出状元 那你自己有心机 或者有做一些打算 其实自己真的要好好规划一下将来 而不是在便利店那里 黑口黑面 就怨天尤人 这样的话是没意思的 如果日后内地的朋友仔 在香港做过一些兼职 对于香港的生活是喜欢的 或者都可以叫接受得到的 而香港的职场也都愿意 又等他们的毕业再请他们的话 其实这个对于香港来说 是挺害怕的 那些青年人 你想想 那就是内地的朋友仔 变了我们要在便利店里招呼他 当然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没说分些什么的 但是本土派的 心里面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当然了 如果长远来说 很多的问题都会再去出现 就是如果年轻人 他们会变得内卷的话 年轻一代会觉得 很难就会透过自己的努力 来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最终就会削弱了社会的流动性 变了贫富元术的差距又会再扩大 即变了下一代人的夸代贫穷 我自己经常这样看 如果你愿意 真是叫做DSE不是那么好 你打份工 能够叫他存起钱 再去找一些你专门 有兴趣的东西去进修的话 其实都可以有另一个的发展 例如你喜欢玩的那些手机的游戏 手游那些 为什么你不尝试去学习呢 你不可以说 不懂的 我不喜欢 玩我就喜欢 创作我不喜欢 那就死定了 那你就只找一样你出来喜欢 一样都说不喜欢 一样都说不去试的话 那你一定是不行的 其中一样就是会令到 社会的创新能力就会下降 因为他们又不想有创新的思维 因为觉得我怎么都会受到一个压制 又觉得那个社会资源可能不够 那我探索来干什么呢 再影响下去 当然是下一代的生育率 还有人口结构的问题 他们就像刚才所说 放弃结婚生子 又或者有一部分投入了职场的工作 那都累到什么 不如也不要有什么家庭 还是怎样 人口老化 或者再有其他不同的 另一样就是社会的不满情绪 也都是会上升 就是看到联灯制的那些 就是他们都很不满这件事 就是觉得 哇死了 这件事就烧到来 社会低层的人士 那怎么办呢 还有内卷法就会加剧了 对一些叫既有的利益集团的垄断 就会更加不满 例如八佳 维康 屈臣氏 万宁 什么数码通 或者是三 或者其他什么 你用开局砌要用的 你是看着他发到嘴巴声 猪头那些 你要不断去赚钱 还要让他们继续赚下去 这样的话就会做了一种 叫做赢家杀光的局面 你不行的 就要继续臣服于他们 有这种社会不是那么好的现象出现 其实内卷的问题 向外寻求那样行不行 说到底你怎么都要去努力 怎么都要去充实自己 还有那些妈妈、爸爸、学生 你们自己要记住 小小已经叫你用心读书了 这句话没说错 你上课的 你这么多时间见到老师 有这么多时间接受一些学校的教育 搞得很不可一件事 还有 真的很鼓励学生放学来问 小识来问功课 不懂的可以让你问 还有因为老师有空堂 可能一天有两堂空堂的时间 其实有些工作改保 什么备课 很快就搞定 而且那个教员室很安静 很容易睁眼睡 如果有些学生就趁着时间来 整理一些问题 问一下老师 让老师在空堂的时间 帮你们看一看 其实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而且也挺好玩的 有时都坐下来等你们来问 你们又不来 那就没办法 好像又不会吃了你 我也不太明白 记住 如果刚才说过了去 你已经出来做事 可能DSE已经结束了一段日子 真的 用心 去少一两次日本 买少两部新手机 买少几餐奥马卡仕 存钱 找一些短期课程读 充实自己 这样才是 这些真的 没得走捷径 好吗 不用担心什么耐不耐卷 我觉得反而是有竞争 才会有进步 好了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